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实施社保环缴 筑起纾困政策 回应社会关切 广东高考放榜 本科普通类历史总分为437分 物理总分为445分 我是中考6月26号到28号举行 中考期间天气高温有雨 本台报道引关注 多部门联合都岛 上北大道等快速路加东设施建设情况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2年6月24号星期五 农历5月26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以下是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汕头是全国著名桥乡 汕头经济特区因桥而立 因桥而行 汕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奋力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 自是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 汕头坚定不移走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构建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推动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成功举办首届 中国潮汕国际纺织服装博览会 全力申办 2024年第22届国际朝团联谊年会 2022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 也即将在我市举办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汕头发展措施时 桥乡面貌展新颜 我是围绕工业力士产业强势总体部署 积极实施百亿企业培育 千亿产业培育 数字经济引领 重点项目带动 载体空间拓展 五大工程 推动重点产业 持续快速发展 今年一季度 全市规模以上 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工业增加值 113.2亿元 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的67.5% 同比增加8.8% 作为新动能增长引擎 持续有力支撑工业增长 多个重点工业项目的开工建设 也为产业和经济稳健发展 提供动力 近日 我是大健康产业重点项目 美保质药现代中药制造 研发及配套项目 启动建设 项目配套多条自动化生产线 助力大健康产业发展 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这个三星两特一大 这我们深深的体会到 目前我们全市 包括我们企业 大家都一条心 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个 产业心事 这个工作给它憨实 给它推进下去 所以有了这个 政府部的鼎力支持 对我们企业来讲 就有很大的信心 纺织服装 是我市两大特色产业之一 五月下旬 首届中国朝善 国际纺织服装博览会 在我市成功举办 福伯会发布 纺织服装产业工业园区 展会展览中心 采购中心 总部大厦 四大工程 助推纺织服装产业 在未来五年 打造超过两千亿元的 特色产业集群 借助服务会东风 我是纺织服装产业 迎来新一轮发展热潮 近期 朝阳区纺织应染 环保处理中心建设 提速推进 49家应染企业 已全部入园建设 其中37家已试产 园区一对一分类指导 及时帮助解决企业 节能减排 技术革新等问题 围绕保市场主体 稳经济大旁的目标 扎实推动稳经济各项政策 落地尽效 让市场主体早受益 增结可 确保纺织服装企业稳步发展 数字经济新业态 正在引领社会和经济的 整体性深刻变革 得益于汕头良好的基础条件 和区位优势 由工信部和广东省政府 联合主办的 首届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 将于7月上旬在我市举办 将全面展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成果 打造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创新发展的重要窗口 和数字经济对外开放服务华侨的国家级平台 给了我们一个自机会 能够充分地展示汕头 包括在出口区以及在新一代电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 能够希望通过这次大会 以及未来这个长期的举办这次大会 形成汕头的良好的效应 然后打出汕头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品牌 城市发展离不开良好基础设施和环境品质 对此 我是全力构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过海隧道 城际轨道 快速通道 加快建设 同时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实施城市环境品质提升工程 城乡环境面貌 焕然一新 现在我们看到汕头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多条快速路投入使用 海外隧道也是开通再寄 内联外通的交通路网 让作为海思门户的汕头一路上行 实现交通新速度 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 是总书记赋予汕头的使命任务 也为探索桥工作新航道谋偏布局 去年来 汕头桥工作跑出了加速度 通过文化引桥 平台联桥 政策汇桥 经济巨桥思想行动 切实把桥资源转化为 擦亮经济特区金字招牌的动力 在弘扬桥文化过程中 汕头持续深化 小公园保育火化 着重在引桥巨桥汇桥方面 做出新探索 中山纪念亭 西堤片区入选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从小公园开布区 到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 一个个新景点 不仅点缀了城市的容貌 更是让我们感受到汕头 作为百年桥乡的厚重敌韵 我们作为汕头人 也欢迎广大华侨回家看看 感受家乡的新变化 新魅力 我们努力发挥自身优势 打好文化牌 亲情牌 爱心牌 积交助桥汇桥 积极争取火势出台汇桥政策 加强交流 倾听桥声 增进感情 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 留待作用 做好汇桥服务工作 助力上头打造和美桥乡 今天上午 市政府党组书记 市长曾丰宝 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 扩大会议 常务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 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 在全国稳住经济大盘 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以及省有关会议精神 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强调 当前经济形势严峻 要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 正式困难 增强信心 付诸行动 抓好落实 共同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会议要求 一是各区县各部门 党政一把手 要亲自抓经济发展 要从各自实际出发 出台帮助企业 纾困解难的政策措施 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 扶持企业 加快发展 要紧紧抓住项目 特别是紧盯重大项目 和推进过程中存在困难的项目 确保按时开工 如期完工 要多到现场去协调 做到真抓 真解决问题 提高效率 扎出效果 二是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 要完善做时各个专班工作 逐个项目 树立问题 解决问题 互促共进 抓落实 要主动上门服务 帮助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妥善解决好 企业发展过程中 碰到的问题 三是要用心用情做好企业服务 要用服务的心态 而不是管理的心态做服务 坚心实意服务企业 支持企业 增强企业 发展信心 四是要保持争先敬畏的奋进状态 增强抓工作的荣誉感 做到不为难 不能慢 不怕苦 提高工作效率 提高抓落实的能力和水平 五是要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和储备谋划力度 要分门别类 分清轻重缓急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在招商引资上 用项目说话 用结果说话 六是要千方百计增加收入 要开源节流 加强税收征管和统筹管理 全面梳理盘活存量资产 要过几日子 把钱用在刀刃上 全力保民生 保工资 保运转 将重点项目 民生保障等 作为预算支出的重点 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 学习贯彻省党代会和市党代会精神 进一步拓宽委员 知情名政渠道 引导委员强化政策学习 为我市深化 正产学沿用协同创新 宁心俱利 近日 市政企业举办 深化正产学沿用协同创新 为工业力士产业强势 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专题情况通报会 市政协班子成员参加 会上 市科技局主要负责统治 紧紧围绕 为工业力士产业强势 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各一主题 阐述了我市 推进正产学沿用协同创新工作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介绍了推动正产学沿用协同创新的 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回顾近期举办产学沿面对面 对接活动情况 并通报下一步工作计划 近年来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保障 推动正产学沿用协同创新 坚持以服务重点产业发展为目标 以实现高校科研院所成果产业化为核心 推动正产学沿用协同创新 着力构建开放式产学沿协同创新体系 促进高校院所科研成果 在善落地转化 今年以来 我是已经连续举办多场 产学沿面对面对接活动 通过政府搭台 推动院校科研团队 与我是企业达成更多合作意向 为善途企业技术创新 提供治理支持 与会人员表示 通过此次专题情况通报会 对我是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持续推进产学沿协同创新工作 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接下来将进一步聚焦 重点领域深入调查研究 积极协商议政 广泛凝聚共识 为构建三心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走好走实 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贡献智慧和力量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今天上午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围绕我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 社会保险等政策 在筑起纾困服务民生中的作用 以及落实相关政策的具体举措 回应社会关心问题 记者获悉 我是将贯彻落实 上级有关稳经济的政策部署 从降缓反补扩促等方面 实施社会保险降费还缴 失业保险文港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 一系列组合式政策措施 着力保市场主体 稳就业保民生 加大支持企业纾困发展的力度 让市场主体轻装上阵 我是实施社会保险降费还缴政策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工商保险费率政策 实施时间到2023年4月30号 实施范围除了餐饮 零售 旅游 民航 公路 水路 铁路 运输等 五个特困行业企业 还包括17个困难行业 所属企业和受疫情影响 严重地区 中小微企业等 用人单位 并调整了五个困难行业 还缴养老保险费期限 还缴政策具有定向实施 期限较长 兼顾个人 办理简便的特点 教会人可登陆广东省电子税务集 社保网 社保会网报系统 办理房交申请 为开通电子税务集的用程单位 可到税务集的办税大厅来办理 失业保险 文港政策包括一返 两补 其中一返是继续实施失业保险文港返还政策 并且加大返还支持力度 今年文港返还政策还具有 政策落地快 覆盖面广等特点 今天来 我是文港返还共拨付资金超过 7700万元 汇集企业4.19万家 汇集职工超过37万人 兑现返还覆盖率达到96.39% 完成比例目前在全省地基以上市中是最高的 免生迹想的这种服务方式 也就是企业无需提出申请 由各级人事部门整合内部的信息资源 直接将文港的资金拨付到企业的银行账户 这整个过程呢 企业是免生报 零材料 零跑腿 两补则是一次性流工培训补助和一次性扩港补助 是近期新出台支持企业文港流工 扩大岗位供给的应急性阶段性措施 对参保企业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 保留和吸纳职工的切实激励和支持 一次性流工培训补助 主要是针对今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现中高风险 疫情地区的大型企业 中小微企业 那么我是是没有出现这个中高风险疫情的 那么对未出现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餐饮零售 旅游 民航和公路铁路水路运输五个行业企业呢 也可以实施一次性流工培训补助 按每名参保职工500元的标准来给企业发放补助 另外就是一次性扩港补助 指的是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效毕业生的企业 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的补助 今年我是还继续实施失业保险扩为政策 把保障范围扩大到领取失业金期满 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 不符合领取失业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这两类人员 为他们发放失业补助金 今年1至5月 我是已发放失业保险金3806万元 汇集24427人次 发放失业补助金1280万元 汇集4721人次 此外 我是从失业保险基金结语中提取4.64亿元 用于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今年以来 包括失业人员在内 已开展各类技能培训9730人 支出培训补助1010万元 接下来 我是江洛时市委市政府关于粮门医保部署要求 在疏困解难 减税降负 稳起稳港等方面出台稳经济的一揽子措施 这些措施里面既有国家省给予的干货 比如说 这个主俄市的税费里面的减免抵税 错为政策 还有我们刚才这个社保局的 刚才介绍的就是那种 谎啊降啊退啊补啊等等政策 也有我们上头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些实招 比如说针对我们上头用地成本比较高的问题 我们就支持鼓励这个联片的公开工的项目 开发建设 针对我们这个中小微企业融资囊融物队的问题 我们就鼓励这个金融部门设立这个一帐式的金融服务 那么我们总的设想就是说通过我们政策的措施的加和减 来疏解市场主体的困与囊 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文与进 今天下午 2022年广东省高考成绩放榜 各批次的最低控制分数线也已划定 其中 本科普通类历史总分为437分 本科普通类物理分为445分 6月28号到7月4号 考生将分两个时段进行志愿填报 今年是广东实施新高考的第二年 高考志愿报得好 对成绩好的学生来说是锦上添花 对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来说 则能弥补遗憾 第一呢 多考虑一下省外的高秀 而由于省外的高秀 每年在广东录取的人数相对比较少 也是说去年可能分数很高 那今年可能没什么人报 突然分数就下降 也是有可能的 第二呢 又正确处理好这个聪明秀 跟保专业的关系 但是聪明秀的话 就意味着你很难读到 你心仪的专业 因此呢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保专业 也就是说 如一个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专业 那么有利益他大学的这种发展 也有利于这个学生将来就业 这两天 我是天气逐渐趋炎热 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 是气象部门已于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本月26号到28号 是我市中考时间 气象部门预计 中考期间 我是天气多云渐晴 有雷震雨 气温较高 考生除了要注意防暑降温 还要记得带雨具 提醒广大市民 近期天气炎热 需注意防暑降温 同时需注意防御局地雷电 短时强降雨和短时大风带来的灾害 请考生和家长留意我局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本台消息 近日市文明办发布通报 表彰2021年下半年度汕头好人 全市22人荣获2021年下半年度汕头好人称号 刘群新等22位同志 荣获2021年下半年度汕头好人称号 其中建议勇为好人一名 孝老爱亲好人三名 诚实守信好人一名 助人为乐好人九名 敬业奉献好人八名 市文明办希望获得称号的汕头好人 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继续在社会风尚引领 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各地各部门要加大宣传汕头好人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德 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 弘扬道德新风 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入开展 昨天下午汕头开放大学广东潮剧院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一事 双方共建潮剧潮越教育实践基地 发挥汕头开放大学办学优势和广东潮剧院国家飞移传承基地优势 在潮剧表演及潮州音乐艺术教育实践 师资培训教育教学研究 场所设施等多方面建立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 提升潮剧潮越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工作 推动潮剧潮越传承发展 这也是我是深入实施推进潮剧播种计划 助力做好桥董文章的一项举措 广东开放大学党委书记刘启宇 市领导陈妍参加活动 广东开放大学是一个体系办学的 我们在学校是遍布全省88个市县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合作呢 把潮剧的人才培养 我们想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我们将开市学历教育大专班和非学历教育班 培训班探索创新人才培养 引进激励评价等机制 共同推动潮剧潮越传承的发展 山北大道今年5月全线通车 成为贯穿中心城区至城海区 连接潮州饶瓶的大动脉 但是山北大道新西路出入口处 存在交通设施未完善和车辆逆行现象 近日本台对此进行报道 今天上午市政府督察室 会同交警部门 对山北大道交通设施建设进行督导 并约谈了业主和施工单位 今天上午记者在新西路出入口处看到 施工部门已经移除了原有的挡板和水马 安装铁柱防止车辆逆行 但仍有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直接从辅路转入扎道 逆行进入山北大道 此外 山北大道沿线一些村道口 三位设置红绿灯及相关 标线标识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 这条路很宽 很好走 就是这个标识还不完善 就是在路过各个村庄的时候 有好多是路口 有那些摩托车啊什么的 都好像横闯过来 比较危险 我们建议的话 能否在路口处或者是桥下 增加优化一点 只是排提前预知 司机前方路口是有分叉的 因为是快速通道嘛 然后如果有逆行的一些行为的话 交通的一些隐患了 觉得这个还是要大家要做到文明出行 近日 是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办公室 向山北大道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发出了 关于尽快完善山北大道龙虎段交通安全设施的都办函 要求业主单位和施工方尽快完善转向交通的交通组织 增设公共视频等八项整改措施 我们作为建设单位将会积极的配合 做好相关的往善的工作 比如过败的标线 优化 还有增设的波形防复栏等等 针对这个上北大道在交通安全设施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们交警部门会加派警力做好这个巡逻防控 同时就严查各类交通行为 同时再加大道路沿线的一些单位企业和村民的一个交通安全宣传 今天上午 督察组还就市民反映着黄河快速路 往泰山路 庐山路方向出口较少 车流高峰期容易造成拥堵等问题 进行了现场督察 要求施工单位完善方案 落实整改 都塞进车里很塞的 旧的车子从坏的车下来的时候从堵在这里 那高峰就在车子塞 整交 整交高峰都塞得很远的 交通的这个指示 信号和标语要增加 特别是这个 有很多这个电动车和自行车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掉头 除了上北大道 还有一系列的快速干道 那么对于我们汕头市提则生效 这个提升我们汕头的形象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接下来 不单是我们上北大道 还有其他的快速干道 一定各有关职论单位 一定要后执人民这 为人民服务这种情怀 一定要根据我们各自的工作职能 要群测群力 共同捍卫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近日有市民反映 在潮南区龙田镇东华村 新潭水闸附近水塘边的一处空地上 存在垃圾杂物乱堆放现象 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 该处空地上堆放有生活垃圾和泡沫纸箱 部分垃圾有焚烧的痕迹 一些塑料袋已经褪色 可见有较长一段时间未有人对此地进行清理 另外 如果垃圾落入水塘 将对水体造成污染 附近群众希望 有关部门尽快对此进行清理 保护水体和环境清洁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您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 和汕头新闻视频号 感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